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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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到逢星期二 都有特有的環節 教你做師傅 之前請師傅幫我們說了很多 對於市場有利的政策 究竟是短線還是長線有利 也要視乎每一招數是怎樣的 今天繼續有我要做股神的施宏毅 跟我們談談 Gregory,你好 好,大家請… 請… 近期似乎股市好一點 是 有一些樂觀情緒出現 其中一個我相信就是 帶動股市上升 或者是個別公司股價上升 就跟回購有關 因為我看到資料顯示 例如內地股市 六月份 就是A股上市公司回購的金額 又創了一些月份的新高 接著說 預計今年來說 美國上市公司 作出的回購規模 都會是歷史新高 遠的不說 說近的 今天也有一隻信與光學 在港股這邊爆出來 它又是有些回購 究竟回購這一招 是否萬事萬寧可以刺激到股價呢 其實就不是萬事萬寧 但整體來說 回購也是一個比較好的正常 和正規的措施 一個政策 我們首先說一下 甚麼叫回購 其實回購 其實跟我們聽過 或是小公中比較害怕的字眼 例如公股 配股 這些字眼 其實是相反的 情況就是 可能在公司 用回公司的資金 從市場裡 去買外面的股份回來 當你買了股份回來 有幾個做法 當然你可以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去撤銷股份的數目 你本身外面流通的股份 增加了 其實變相 你的每股盈利 或者每股的收益 或者每股的資產增值 都會被提高 譬如你公司賺一百萬 你一百萬股 每股一元 當它回購一半回來 公司賺一百萬 外面只有五十萬股 每股就是兩元 當然這個回購位太大 很少情況會買一半回來 但普遍來說 回購這個意思 就是反映管理層 或者企業 對它的公司本身有信心 或者覺得現在的價 比較低層 做一些穩定措施 我們股東 其實視為一個好的消息 所以我們也有傳統 之前是跟著成哥去回購 當然它也會公固 也會回購 所以跟著這個措施 我覺得就不是一些 雖然屬於財己 但算是正規、正當 和對股東有好處的策略 這樣來說 會否代表回購 某程度上 都是反映著 起碼公司自己 或者管理層本身 對公司的信心很足夠 而且最重要的是 手上有些多餘的資金 即是有錢可以用 沒錯 其實有幾個原因 公司都可能會歸納 做回購這個動作 我們了解多一點 就可以知道回購是萬事萬事 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件事 其實可能是在估計 公司對於今天的股價 價值 股值 覺得過低 可能是股值 股值太低 其實你要想想 如果你自己 真的做生意 做公司的話 如果你的公司的價值 是低 你有錢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不順眼 那你就在公司買回合 股份 做回合價錢 希望給回市場信心 我用過公司的錢 都賣回 其實你自己再衡量 會不會我的股值 真的這麼低 從而希望釋放股值 上來 第二 可能公司企業 對於前景 即未來 可能它暗 又不能說出來 可能暗地裡說 我自己知道 有些大項目會接了 有幾個項目會接了 譬如你說石油的勘探公司的話 其實一年會接幾個項目 一接就佔了可能 九成下年的項目 但如果我自己 即公司的主席 或者管理層的話 其實我知道這麼大的規模 下年的股值 會漂亮得這麼多 我當然現在是趁低級 所以第二個 可能反映企業 可能有些項目在手 是挺穩定 即穩賺或者賺了 第三個 其實就是純粹信心 可能它未必對股值有低估 或者未必對未來有信心 但是它現在看到 有個崩盤現場出現 那我也要穩定人心 那我有錢 我跟你共渡難關 我回購少許股份回來 令你穩定信心 情況就好像匯控 其實業績 我都說了很多年 其實是一般的 核心營利是錄得年年的虧算 差不多 它做了這麼多次的回購 其實都可能是為了賣信心 但你看到規模是極少的 佔了整個總市值是0.5% 所以無論它用來註銷股票 也好也好 都沒有甚麼效用 所以第二和第三方面 就是信心不同 一個可能對於集團 未來前景的信心 第三個就是市場上的信心 就是看看可否有利好氣氛出現 沒錯 Grad,我想問一下 究竟如果我們看 單這樣聽 就覺得全部都是好的 那是否無論是長線還是短線 回購是真的對於公司好 我覺得整體來說 回購應該普遍是好的 其實因為它只是用真金白銀 去買股票回來 如果從第一、第二個論點 其實它是有真憑實據去做的 第三個也有誠意 起碼 誠意金 誠意金 即是公股行動 或者做一些財技 攤薄理股份的行動 那這裏就有機會 令到短期價格就彈出來 去到高位的時候 它才做一些公股行動 不是說有某這樣的方向 我也不去做單一的舉例 但是這個方向是比較尷尬 其實如果一間公司 在適當時期 直接做公股 亦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禁最差的情況下 都會彈一彈 所以回購大部分來說 回購應該都是對於後市 或者至少對於管理層 對於股價有信心和支持 當然要看回大市的氣氛 會否能夠配合 這可能是回購的好處 和壞處 問題就來了 剛才Greg也提到 匯控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自從他提到一些 回購計劃的時候 真的看到股價升了一陣 也不是短時期 一星升了差不多 接近半年左右 但是知道他之後的一些 回購的時候 市場的反應又沒有那麼大 會不會說這個招數 你越用的效力就會越減弱 其實我想匯控 拿回這個做一個例子的話 其實匯控 其實我自己看的報表 以單純的角度去看 其實他就玩信心這件事 我記得匯控也跌到40元 由80多跌到40元 那情況其實有幾個問題 第一,40元對於估值來說是便宜的 但大家記得 由彈回來的時候 其實他的彈的原因 不是匯控做過回購 是市場自己一個衡量過之後 其實覺得加上大市氣氛轉好 其實才會令匯控再上升 如果大家記得匯控做回購的時候 已經不是見底 去到中段或者差不多到尾聲 大概在70元的附近 他就做了一些回購 第一次的時候 市場都很新鮮 覺得非常支持 回購聽起來也是很開心的 但如果你計算好 到第二、第三次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市場覺得 回購威力低了 只不過大家反映 原來第一次回購威力 已經是這麼低了 幾次合起來都佔市值 買了0.5% 可能變成真正的數字 不符合的話 其實市場最後的眼光都是雪亮的 最後你計算數的時候 其實都是蝕底 這個市場都是非常公平 所以到最後的時候 不是說回購不好用 但其實你的回購威力夠不夠呢 如果回購威力夠 不用回購這麼多次的 我自己覺得 所以如果是以進入光學為例 他單一去做的 告訴你回購 就告訴你現在太便宜 沒有可能業績那麼英俊 就算不漂亮 你也不會一天跌20% 可能他就以真實行動 去買回股份 配合大市會好一點 所以下次大家看到 有些公司進行回購的時候 又未必一定要急需 馬上跟進入場 都要看看整個回購規模 大家要留意著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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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